因為現在我看民調 他有講蔡英文 他說 皇帝如果做到國泰民安 沒有人要去做出席 他就是說你的政績不好 所以蔡英文的支持度不好 特別調查幾乎都是柯文哲第一名 比如三聲音四聲音 小英都差不多一聲音也有 兩聲音也有 這樣 那麼他有講 他說小英如果到四成 那就沒有問題了 而且他說執政者有5%的優勢 那你剛剛又講說蔡英文還是有機會 可是民調又顯示這樣的結果 要怎麼說 柯文哲要講的其實就是一個道理 就是你民調夠高你在 我才有可能不選 這樣難說 就是說你蔡英文民調夠高 我才有可能不選 你民調低我就一定選 我可以挑的事情 我是怎麼不做 對不對 我們挑的嘛 那所以他對他來講就是說 我一再講就是 可是柯文哲就是 那蔡英文的民調多高 柯文哲才可能不選 他如果真的說蔡英文到40%的話 那柯文哲顯然都是在二十幾到三十左右 對 所以一定是這樣子 就是說蔡英文如果到40% 柯文哲一定是輸給蔡英文 也輸給國民黨 所以柯文哲就沒機會 這樣子 那當然我 我覺得說最終回來還是要看 就是說民進黨在這一段時間的努力 因為老師講 如果以一般退時間來講的話 就是到五月底 就是到五月底 韓國瑜拔掉 所以才造成現在韓流現象 我必須要講 韓國瑜是前任馬英九時代的政府 所派任的北農總經理 民進黨上台之後 北農總經理當然一定要換 這個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事情 換掉韓國瑜跟什麼派系也沒有關係 當然就是這個民進黨政府要換掉 因為北農 台北市農產公司 他有一個平易物價的功能 所以農委會一定要派人 那韓國瑜後來自己有在調去選調 高雄市長 這個是他厲害 那你不能夠把這個事情回推回來說 民進黨當初 那如果這種邏輯可以成立的話 那我們上台以後什麼人 我們都不要動 都怕他有一天會變成韓國瑜 所以這個部分 就是說柯文哲一再的講韓國瑜的事情 然後又把自己跟韓國瑜做類比 所以兩個人好像都是被迫害者 那當然就是說他會想要製造這種加成效果 然後他也是要為自己的下一階段來製造一個合法性 但是我覺得反正 其實真的跟柯文哲要看實力 就是實力說話 講其他都沒有用 沒有什麼感情情情分 說的都沒有好 說的都沒有好 他就是看 而且他 過期有恩情 他的實力就是數字 他的實力就是數字 沒有別的 那這個就跟毛澤東一樣 共產黨 就是數字